这场比赛真的是半决赛啊 如果说这场比赛 京东能够获胜的话 那应该是京东队史上第一次进舞蹈 这两队都是第一次进舞蹈一个决赛 而且在之前RNG被淘汰的时候 我发了篇微博也是在感慨 就是今年必定会登陆一个新的冠军 来到LPL 因为现在四强的四个队伍 其实他们都是没有问鼎过LPL的冠军的 对的 但是有一个选手是问鼎过的 对吧 应付是问鼎过的 而这个多云币呢 恰巧是应付问鼎那一届的背景板 多云币是S5的夏季赛 对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率领QG是闯入了决赛 但是他们当时是2比3 面对了 对 西半 可惜 但当时来说的话 真的是两队六的实力都很强 京东 我们看今天两队的首发 其实都是比较固定的 一步也是在 常卫赛的后半段 坐稳了一个首发AD的位置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在机后赛 他也越打越好 对 然后在打野位的话 其实里外是真的不太适合京东 所以说他现在也是被安在了板凳席上 而方克拉斯就不用多说了 这个阵容打了一整个赛季 磨合各方面已经是趋于完美了 趋于完美了 特别是小天这个点 也是这赛季 我觉得在所有LPL的选手里面 进步最大的 对 而且他应该也最后的评选会拿到打野一阵 打野一阵 打野一阵的一个选手 而外边这里的话 整体来说 其实绿毛会 绿毛在机后赛的表现是非常抢眼的 绿毛跟Zoom两个人 对 京东其实他们在常规赛 其实在各方面的评选 或者说我们的评价里面 他们不显然不露水 不显然不露水 但是在常规赛 你想他们从第一轮打起 特别是绿毛跟Zoom两个人是越打越好 所以说你要评选一个季后赛的最佳表现的话 相信京东这两个人是有很强的竞争力的 对 但是我还是有一个观点就是 其实你看到Zoom的一个表现好 王冠全是下路给到了 他的两局对手太大的压力 对 所以导致上路是一个没人管的线 而往往呢给Zoom会拿到一个 超级的选择 超级大推 对 超级大推 就是能够线上打得很舒服 今天 很开心 脸上掩饰不住的笑意 是怎么回事 这是硬朴吗 手臂好粗壮 他这个手臂我刚刚以为是中上选手 对 我以为是中上选手 你看脸蛋形是硬朴 硬朴这个季后赛的表现是 越来越佐证了赛季初期 我们对他的一个看法 因为初期的时候 虽然那个时候他选到什么卢仙啊 死了很多 这什么季节网络暴力 彩虹 彩虹流轻松 彩虹流轻松 就是硬朴的表现 从赛季初我们就感觉到 他这个赛季是带着一股心气来的 其实就是你想 他曾经问鼎过巅峰 对 然后也跌落过谷底 甚至连比赛都打不到 那京东给他的这样一个机会 然后其实他也个人很努力 然后抓住了这个机会 他应该是巅峰和谷底 差的比较远的一个转换了 能够再站回来太不容易了 他这赛季我觉得真的负述了 比他人要多的努力啊 我们来看一下近期 一个多云毕的表现 大家也看到了 在15分钟经济差和参团率上 都是排队的第一 但距离多云毕上一场的比赛 也是比较远了 因为他们最后赛是没打过的 对 然后近期选中的英雄很有趣啊 都比较糟 对 他的英雄池现在是有一个极大的扩充 包括他最近在自己的直播里面 一直在练的像土一啊 这样一个英雄 还是比较期待今天他能够打出什么呢 因为太久没有看他们的比赛了 是的 方普拉斯打比赛 和我们没有解说的时间是一样的 对吧 然后这边是小天 小天的刚才米勒也介绍过了 这个赛季进步最快 并且在打野位置上面 我们两个人都是把一阵给了他 对 打野一阵 打野一阵 绿毛 如果你评选季后赛辅助表现的话 绿毛到目前为止是第一的 对 绿毛 这个选手 我觉得就是 他说有头脑 太有头脑 全部第一 这是季后赛表现 对 季后赛各项数值直接拉完 对 就是季后赛在已经打过比赛的队伍当中 季后赛现在是无疑表现最亮眼的一个 而且看他的英雄池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的英雄池 就他 他上赛季啊 一手船长一手那儿 其实已经让我们对他评价很了 因为当时我记得投一阵的时候 我也投给了他 是的 但这赛季 说实话 常规赛的表现 早生孤子 孤子 孤子还是哥子 常规赛表现其实Zoom就有点 有点比较一般 比较一般 但是季后赛 你看Zoom这些大爆发 对 就是京东整个队伍在季后赛都是一个大爆发 真的大爆发 这个爆发的是如火山喷涌般的能量 直接是爆倾泻了出来 小天 小天也是我们讨论的这种达业选手里面 他英雄时段比较深的 其实大家看最近的RPL会发现一点 RPL有两种打野 一种是可以用其他英雄的打野 一种是用黄子的打野 有很多队伍的打野选手 他们只要没有拿到黄子 王宝那场比赛里面就会比较隐身 比如说在京东的第一场比赛 第一场那个季后赛当中 我记得是弗洛伊斯选了一场蝎子 那场蝎子其实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作为的 对 弗洛伊斯还是比较喜欢用黄子 对 黄子是绝对他的一个首选 其实弗洛伊斯两种英雄 一个黄子一个盲僧 一个瞎子 对对对 就这两个英雄 我觉得可能是今天 方普拉斯要去针对的一个点 但是有鬼才教练在后面 谁能想到今天他会拿出什么呢 是的 今天不知道京东的准备是什么 卡莎 硬朴的卡莎也是季后赛 能够闯到现在的一个保障 他这两手英雄 一手卡莎一手维恩 对 没记错的话 在和WE里场比赛当中 他和大舅子就是 你卡莎我维恩 你维恩我卡莎 互相拦了几个回合 最终硬朴笑道的最后 硬朴也是相当不容易 相当不容易 作为这样一名 他也算是有点大满观的选手了 对吧 OGM的冠军 S系列的 L票的冠军 他都拿过 都拿过了 所以其实他 他真的不欠缺荣誉 他现在欠缺的 就是一个展现自己的舞台 而今天的半决赛 就是他的舞台 对 而这边说到两边的选手 还是回到我们刚刚拿到 MVP的DUINB 看下他有什么话想说 我现在立一个flag 就是我们如果进了决赛 我之前也说过 我穿老婆的衣服出去 然后我老婆穿我的队服 然后我们出去逛街 到时候可以给你们看 这句话很有奇异啊 这女生的衣服也有T恤吗 也有T恤吗 然后那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 这边金共 其实我们 这个之前讨论的时候 也在说 季后赛 如果现在胜的四支队伍里面 金共的个人 在上路这个实力 我觉得是排不到前二的 一个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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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这个大家都没有意见 但是整个的打法 是太契合 Farm last 金共的特点 我一直认为 他是个人实力不弱 而且耐得住寂寞 是的 对不对 他上路可以不帮 但是他不会崩 所以那个片子也是说了 其实我们眨眼之间 金共其实在LPL 也是打了三四年了 四年了 他刚才是来这个 EPA战队 当时我觉得他们对两个韩国 M3还是 Republic跟金共 对对对 对吧 所以他也是 是EPA吗 是的 是EPA 就他其实也是一个老将了 在LPL真的算是一个老将 所以他在上路是真的能抗得住压 对 耐得住寂寞 就是他的比赛经验非常的丰富 导致他在面对一些可能 英雄被counter啊 或者说在对线打不过的情况之下 他能够在整个打盘中有作用 这是一个可以说很契合 Farm last 因为Farm last 我们都知道 一个绝对的中野队伍 刚才看到 中路都应币的中野亲和立场 是排他的第二位的 对 那也就是说 小天基本上是跟着 都应币一起做事 金共其实他很少被照顾 对 他如果被对方照顾了 顶多抱怨两句 是的 抱怨两句 放不拉子跟京东 比如我的第一场 放不拉子上来直接先抢 卡利斯 有点意思 那听到大家 观看我们的比赛的时候 可以一边看比赛 一边吃多里多姿 时刻进程 时刻够位 其实卡利斯塔在我们激活赛 好久没见了 怎么说的 还不是特别热门 但今天是维恩卡莎被搬了 但你看一下 放不拉斯就有准备的 他之所以现场卡利斯塔 就是把维恩和卡莎 这个在激活赛 大放异彩的两个英雄搬掉 还有一个重点 刚才我提到的 黄子 对 直接按掉 我也不抢 有意思 而京东这里是 瑞斯加 钟也先拿下来 钟也拿到一个 比较强势的组合吧 而且这个瑞斯 是有点连强 在办的 对吧 对 但是 敦力在中国的英雄 其实是很深的 对吧 而且他这边 拿到了一个什么 拿到一个卡利斯塔 他可能会打一个 中击节奏 那中路就可以拿一些 夏寮也被搬了 这边 搬皮个准备的都很好 阿拉夫是在 也是能够抗衡一下 这个赛的 阿拉夫加什么呢 现在我觉得中路很重要 但是 前两轮可能不会选中 他会拿阿拉夫和辅助 这边要拿一个 跟卡利斯塔配合的辅助 我觉得会拿辅助 可能把牛头抢了吧 老牛 垂时 如果打中期的话 垂时也可以 对 打中期节奏的话 垂时也可以 大概率这时候 会拿一个辅助 我觉得 如果拿中单的话就 没中 中单只要没什么特别好 去抢 对 这里如果有加尼奥的话 是最好拿加尼奥的 莫格纳倒不好输 莫格纳存在一手摇摆 但是目前来看 我觉得大概率是打一个辅助 因为莫格纳加卡利斯塔的这个组合 在最后一轮比赛里面 常规赛的比赛里面 我们已经看到过了 那金座的辅助不好选 因为这个莫格纳有很多摇摆 对 这边先拿一个ATC 先拿一个维鲁兹跟瑞兹 哎呦 那方路拉斯挺好去做 双C已经拿了 你拿了C以后 你这里搬一手 方路拉斯 你叫搬什么 我觉得 塔姆布龙 塔姆布龙 塔姆布龙可以搬 塔姆牛头都可以 这边 塔姆布龙 塔姆布龙是最好的 对 因为这个老牛会被莫格纳克 是的 这老牛 估计京都也不会选 但是绿毛还有一手这个草人 草人 这个草人是他的手招牌 哎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嗯 塔姆和草人 哎 但说实话 如果你要搬塔 哎 这边 哇 这一手拿莫格纳 那真的是让对面有点烦啊 对 这个莫大拿挺好的 真的是好的 你针对我的 布龙可以搬 你可以游过去 对 布龙我觉得是可以搬的 塔姆一定要搬 布龙 你拿维鲁斯 维鲁斯塔姆一定要搬 不搬就太难受了 草人 哎呦 这个是绿毛 在第一轮打达姆利的时候 他的这个MVP选手 对 MVP表现 绝对是MVP的表现 嗯 京东这里 如果再搬一手辅助的话 那我只能认为 京东的赛前讯息 阿哈利 阿哈利的话 是搬一手 对应币的吧 不好说 嗯 不好说 这个也是横带摇摆的 现在就看 这一手要不要搬掉 布龙或者塔姆 其中一个 搬塔姆吧 因为你这个 明显要中期打架了 如果塔姆 不停地去保人的话 其实是很多节奏的 塔姆跟瑞兹 有个双开车 然后布龙的话 其实就是 他线上能力会 增加强一点 对 哎呦 绝目都没搬 放出来了 上单要玩吸血鬼啊 那就是有后期保障 这个吸血鬼的话 京东要不要抢 但是抢的话 他们这个3C 有点拖节奏 但这个绝目半的 我觉得让京东很投赛啊 这个上单很像 拿吸血鬼 或者凯南的这个阵容 对 布龙还是要拿塔姆 你这个就没什么 没什么悬念了吧 这个吸血鬼 方布拉斯 我觉得可以考虑吧 没有 看 如果拿凯南的话 就是强打中期节奏了 凯南吸血鬼 其实他都是比较怕 木魂的 对 这边半木魂的话 很有可能拿两个英雄 这里拿过木魂 他的话 莫格纳走中 那这个阵容节奏很快 上路可能会拿凯南了 第一 你现在拿到凯南 不太怕京东那边 给到一个counter 不怕counter 对 然后第二的话 就是这个阵容 中期节奏会非常快 那确定了 木魂拿到莫格纳是打中的 对 就看最后一手 金购 凯南呀 这个凯南我觉得还挺适合的 不过开团能力上 就没有那么强了 这个刀应该不会吧 凯南呀 做了半天表情 其实布隆这手一拿 这个阵容就基本上注定 是一个中期 中期打快节奏的阵容了 你这个阵容的调性 已经锁死了 而凯南在最后一手 是最好的一个补充 京东最后一手的上路 主要还有一个点 就是凯南这个点不怕昌诚 对 其实为什么说凯南吸血鬼 因为他把木魂人扮了 就很像拿这两个英雄的 哇 京东这个阵容 最后能不能补活 因为整个的阵容时间线上面 方普拉斯最强的那个时间点 差巧是京东的 好像要把瑞兹 比较弱的一个时间点 想把瑞兹摇的上路 打凯南 飞机去打中 还可以 这样的话这个阵容还可以 稍微盘活一点了 稍微盘活一点 但是问题还是 京东这三个C很大 就他这三个大C 都是需要装备跟等级的 还有一点啊 就是这一把 要看小龙怎么刷 前面几条小龙 其实京东是不太感觉 放不来的阶段的 而且在京东最弱的这段时期 恰好又是对方最强的 对 就如果说前两条龙 是土土或者活活的话 这一场京东会拿得很难受 简单来说 方普拉斯的节奏很快啊 但是如果打到后期的话 整个的阵容强度上 京东跟面还是要好一点的 因为京东这三个C位 拿得很扎实 对 而且在蓝领位置上面呢 一手雷克赛 加上一手塔姆 其实是能够在中期 做到一定程度上的B站 B站 京东这把阵容 这是拖后期的 对 两边的阵容 调性已经确定了 所以也算是都拿到了 自己的东西吧 但是方普拉斯在这个半决赛的第一场 拿到了一个很失节奏的阵容 是我没想到的 京东就可以把这个阵容往后拖 为什么机会再好看啊 选手的英雄池 支持教练 去做这样精彩的BP 对 好的比赛已经开始 蓝色方的方普拉斯 对阵红色方的京东Gaming 我就说嘛 老干爹的主场 怎么能少老干爹呢 这是老干爹的地盘 老干爹的地盘 非常的神奇 这边看到了 林伟祥这个位置 林伟祥这边是 两边ATC都是一个多兰顿出门 看一下 这把两边的浮温情况 也都差不多 坎南是带了一个偷钱 中路冰川增幅 就是中期打 就是中期打 坎南带偷钱倒是有点没想到 因为坎南打近战的话 带偷钱是很正常的 他打瑞兹 其实你真敢上去 瑞兹如你一趟 说实话 你有点受不了 太好了好吧 瑞兹这个英雄 他是越打 来了 和刚才一把真的好像 也是要拉夫 一级直接做入筋 奥拉夫一级不动 就感觉亏了 其实就像咱们以前 解说那种南枪的比赛一样 对吧 就南枪跟奥拉夫 其实都也需要 占点权力的 你要陪着他出击 往里入侵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是换野区 那奥拉夫基本上 在下班野区发育的话 其实 方普拉斯下路 就可以打一些压制力了 这把京东这个阵中 还是太慢了呀 他这三个C位 真的都太大了 太后期了 看一下打野吧 其实这一把 就是上路的凯南啊 能不能扛住压力很重要 对不对 这把上路凯南 一定要扛压的 这个雷克赛基本上要搞你 因为把你搞了以后 其实中期团战 方普拉斯就相当于 少了一号 因为这把这个雷克赛不好抓 这雷克赛抓中抓下 抓不了啊 抓不了 他中下是不带空的 只能上路 在六级前 这里的话 上校给到了一个 45.8对54.2 上校觉得京东3C 他很喜欢 他老人家很喜欢 但是说实话 这个阵容啊 没有 就没有说哪个阵容特别好 哪个阵容特别不好 就是要看节奏 初期方普拉斯 站到节奏的优势以后 这把我觉得 对于弗劳雷斯 真的是个考验 因为这把 这把对于打野来说 真的就属于那种 不太好做事的阵容 哎呦 直接上来压了 但维鲁兹跟他们 这个组合打野都懂 这个是一个压不死的组合 对 还有啊 你说中路补飞机界 我突然想起来 这是增加了 自己的倾线能力 如果瑞兹是在中路 上路你再去拿一个 这种前排肉的话 其实整个阵容 你甚至连手线能力 都没有了 对不对 他主要是拿飞机 因为他觉得 普通的AP 感觉打莫格纳不好打 是的 就莫格纳这个英雄 一般打AP英雄 他都能占点便宜 对 但是飞机又不算 是一个传统的AP英雄 像对 是这样的 对吧 而且他拿到了飞机 飞机加维鲁斯 这个倾线就是 手好长啊 你没有大龙buff 你想上我高地 几乎是不可能的 京东这个阵容 就叫做25分钟 甚至30分钟之后 再见 对 前期没我 有向路砍射 不是那么高啊 那你说带什么 带好偷 你要么就带个 那种什么 电行啊 这种 打伤 要么就爱离之类的 对吧 其实爱离你 其实要么就带个 电行算 就为了打环嘛 对吧 对 你看这 他这个不好偷 真不好偷 打近战带偷 现在是很爽的 他不敢上去A 就A一下 因为那边是会心 对 你A我 你敢A我 我就是W定你 打一套 我溜了 EWQ 你甚至都摸不到我 是的 东云比这边 来也是打扣 B这边的一个选择 下路对线压的 还是挺凶的 因为奥拉夫 第一线野区 是从下半步开始刷的 对 他也知道 雷克赛不敢再出膝 往下 比如说碰上了打架的话 他们下路这个组合 打不过 对 所以京东的下路 一直在控线 这一步扫描可以 把自己野区的视野排光 那由于双方出机 是换野区的 现在两边的打野 自己的野区 都是没东西的 刷干净了 这两个野区 全都给发现了 这很舒服 他应该只能拆一个 来不齐了 小天这把还是回家 直接是鞋子 加一个红尘 好呢 看他不对 拆掉了 那很舒服 两个新鲜的视频眼 拆了三个眼 对 补刀至少补起来了 多了三刀 就是我们说 小天在这个赛季的 一个表现 是真的小 整个视野控得很好 继续打 他打出自信的感觉 打出自信了 这边已经看到了 听到了小天的位置 这样是要强行过来反一下的 两边可能要拼一下 陈娃 谁的 哎呦 布朗雷斯这边还是很稳啊 拿下了 甚至连小的都没丢 对 这样的话 小天这一波 也是没办法做到太多的事了 牙膏 但是有俯冲呢 所以不着急 这里过来就打一波你的血量 骚扰一下 蒙哥达回家了 你不回就有点过分 对吧 这把方布拉的阵容 我最担心的他们 还是一个中期的 强开的能力 如果被对方拖到 一个后期的话 他这个阵容就不好开了 对 其实他这个开团能力 最后拿了布龙啊 是有点没想到的 他就是比较看凯南这个点 说实话 要么就莫干达的摸奖 其实牛头没位班嘛 对不对 他其实如果拿一个牛头的话 整个的阵容在中期 会更加有刺激力 也可以的 老牛又是增加开团 其实他们这个阵容 是很要求开团的嘛 中期他需要打开局面嘛 是的 但这把的龙刷 对他们来说还比较舒服 一条土龙 对于福如之毛 来说是很好的一条龙 这把细节消耗 从对线来讲的话 方不拉斯是下路取得了小优 但是上路的话 是京东取得了优势 下路打得有点凶啊 这路一直在压你 因为这把你看到 雷克赛是不太敢来下路 又来了 这边只要中野一消失 现在下路只能归缩 这龙没办法守 对于京东来说 他们这把的期望就是 尽量刷点什么风龙水龙 对 刷土龙火龙 是京东真的很头疼的 就如果下一条还是土的话 其实京东中期的压力会很大 非常大 因为本身这里就是个卡丽斯塔 这偷龙 偷起龙来可太快了 对 打掉先 看这条龙很关键啊 如果再是一条土龙 真的是 方不拉斯就很舒服了 还是一条土龙 方不拉斯很需要土龙啊 这样的话 京东给你中期的压力好大 而且雷克赛出击 确实也干不了事 真的干不了 下路发育 因为这把的阵容 对于打野来说 就是属于那种 不太想玩的阵容 帮不了 我只能刷 对 反而奥拉夫初期控资源的能力 是绝对要强过这个赛 对 因为奥拉夫 你说他三条线 他都能配合 对 他三条线都是属于这种 强势的英雄组合 奥拉夫是想干嘛又干嘛 这把基督这个阵容 就是25分钟之前 没我 25分钟之后 不好说 不好说 因为25分钟很有可能 方不拉斯会取得一些精致的领先 他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 把精致的领先降到一个最低 看一下摩根纳这边那个加点 就刚才我不是还在那个 我们秀一间说嘛 就我中路摩根纳喜欢 就加三级W 然后开始加Q 比较凑 三级W的话 就刚好可以清掉一波远程兵嘛 这把飞机是没有带进化的 上路来了 强行性 这边是闪现换闪现 这波 这波说实话 我感觉是有机会杀的 你觉得没有 直接闪上去 因为就可能是没大的吧 对 如果说这个雷克赛闪顶 再招个大 又吃进去了 哇 这个你看卡特大的伤害啊 直接半血没了 嗯 这波我觉得上路真的有机会 下路感觉可以打呀 这塔姆身上是个光盾 下路没有治疗的 对不对 下路他很虚 下路这个要被管走了 要被赶走了 这边两边要换了 雷克赛在上路 那边是主抓上的 这边是主抓下的 上路这里有没有人动 莫根纳也不管 那上路凯南回到现场 发现打野已经走了 那这一波打下来的话 还是方普拉斯小转一点 对吧 下路能吃更多的塔皮 吃塔皮了呀 上路你就回去了 上路吃了几桶啊 他留得点远 看不起 所以这波我觉得还是挺奇怪的 一层 因为雷克赛来 应该是必杀的 这凯南 还是能 凯南大招好了就不好杀了 大招还差一点吧 差一点 还差一点 放眼看到了 这波说实话 错失机会了 真的 京东在凯南大招好之前 如果没把这个凯南 摁一次的话 后面就不好拿了 不好弄了 对 而且你看刚才这个位置 不太敢上了 因为他也无法估算 凯南大招 到底还差多少 就刚刚那波 我是挺疑惑的 还是留一个 那这样有点亏 对 这波方普拉斯下路 又要逼了 来了 这里的话 中路独立地 直接过来帮忙 这边就是紧逼你 你没办法 你这个下路 该让的就得让 因为对方终于也过来 当着你的眼位 直接往前打 你怎么说 下路要吃一下 给盾了 还有这个小兵来了 挡住了莫格纳的Q 还行 还行 没的打也来了 反手直接给大了 但是上 上周没有GP 上来不够啊 这边可以吸回来 他们开的是个辅助 他们没有想到吗 说实话 我觉得小福这个选择 有点怪怪的 上路 上路没交闪顶 下路交闪顶 顶一个布隆是不合理的 对 因为这里下路是卡丽斯卡呀 这边有插入包 能不能斜一下 而且他中上没TP的 你说你中上有TP 你下路闪顶 或者说你要前开 你就算了 但是中上没TP 说实话 他闪顶那个时间点 我觉得中上TP 应该要亮起来了 这个闪顶才有价值的 这两波 其实雷克赛浪费机会了 有点浪费机会 雷克赛这个闪顶交的话 他不好抓了 他下一波就更不好抓了 本来这个阵容 我们说对于雷克赛来说 是属于比较难发挥的 对 但是雷克赛这个局面 打到现在 他属于更难发挥了 因为他有一个机会浪费了 反而在下路 把自己的闪顶给交了 而且雷克赛 现在出这种战事 其实在团战里面 邦普拉斯这个阵容打团 他不怕你冲啊 这雷克赛这出装要被秒的 这莫甘纳加坎南全是OE 雷克赛你进来再好不过了 对 求你来 邦普拉斯他这个阵容 是怕你手长跟我打 打远程poke 你要是冲进来的话 我求之不得 双上路换上来了 换上来 这样的话 想拿下五千锋 打一些节奏吗 哎 他肤心有大的 肤心有大 不掉 Q 但是队友 跟不上 上路的话听到了金贡 金贡这边没闪现 也是比较的虚 他要换 要换 哇 这金贡现在在打季后赛为止啊 这对于Zoom这个点的保护 是真的太到位了 而且Zoom很肥啊 因为他上路帮过一波之后 其实一直在压线 但这样的话塔皮全吃 依静塔还能收 这把感觉又要把舞台交给Zoom了呀 是的 但是Zoom还有个问题 就他其实算是一个偏手短的选择 哎 哎 下路 强行交TP要打了 这一波闪现给大招 但是他 就也一大了 把打了几下 但这边 上加坎南过来了 有一个秒 表示没有想到呀 还是没办法 因为你这个时候 京东的中上是没有TP 支援不过来的 这一波 方布拉斯大转 对 因为他虽然下路成功会被你拿 但我下路拿掉塔 还有一条土龙 方布拉斯其实对于土龙来说 现在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点了 这条土龙应该是可以稳稳的拿下来 京东这波下路放的不果断呀 放的不果断 在你这个下路塔将要掉的那个时候 其实是最危险的 直接放就行了 因为你上路已经拿了一圈塔了 抢手下路没有 因为刚才绿毛是有闪现的 对 我塔我再不得已交过闪现 也能保住AD嘛 对吧 所以这波守塔是没必要的 是的 那这样的话 苦龙 双苦龙 下一条 风龙 风龙 京东 强输一口气 这波真的没必要 可以走了 这波可以走 这时候可能没有给交流吧 对方中上有TP的时候 怎么招这个塔都是守不了的 凯南跟莫安娜的吸引能力还是挺强的 对 他们的作用很强 这样的话 下路终于是打开了一个缺口 而京东是把上路打开了一个缺口 哎呦 凯南两个头 这个对于方布拉特来说挺好的 其实压了半天凯南 凯南的发育应该会稍微差一点 就下路打了两个头 就OK了 这就是我称赞金构这个选手的原因 没有关系 我打团可以打头 我凯南这个点 我无所谓给你打 我线上打得不舒服 问题不大 对 只要我打团有用就行了 而且你想想看 奥拉夫是不是一波没来过上路 雷格赛去过两波上路了 下路 哎 这一波塔皮 京东可以给下路好好地发育一波 这是要拿塔呀 双方又要做资源交换 这对于京东来说 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对 对不对 京东也没办法了 没办法 我可以给你接受 我不想跟你打架而已啊 方布拉特上路 风格赛这个点 一直在拿资源 但是中路这个也在拿 所以我们一个人去守 Q技能是给早了 下路应该要换掉了 哎 我们想想看 这样去换 其实啊 对于方布拉特来说 他们可能会更早地拿到打团的装备 来逼你开团 对 而京东这里的话也没办法了 对吧 我只能求我的C位 有一个快速的发育 京东肯定是要做这个买卖的 要做进买卖 因为主动权在方布拉特这边 我觉得他是一个被迫在做交易 对 他没办法 方布拉特是主动的一方 对 这边卡还 有点吃力 等下一波兵先过来 中路要守塔 这一波守塔的话 这边的团队不好打的 这一波莫格纳的一波 AOE太痛了 打足了 而且这里 牙膏 牙膏被烫得 有点包不住了 那中路这一波 如果贸然开团的话 甚至在塔下 看一下有没有表 四个人都是残血 都是残血 中路多吃了两层 多吃了两层 下路是把塔带掉了 五人过来要逼团了 来了 方布拉特这个快节奏的 进攻压力来了 一塔肯定是要让了 你二塔可能都要被摸一下吧 因为那两个人残血的 看看方布拉特怎么选 终于币没来了 可能要走 二塔算了 这里终于币再把这个塔摸掉 兄弟 这是很少见的 三个塔的塔皮全吃完了 全吃完了 这太舒服了 这三个塔的塔皮全吃完 吃饱了 吃撑了 真的撑了 这三个塔塔皮全没了 而且他们这里还出了一定的打团装 中路也要放下五千锋 要回一下 反打 但是现在塔皮已经没了 这一波直接TP回来 你敢抱团的话 其实方布拉特是要打架的 凯特斯塔传下来 先把兵清掉 撞一头溜吧 这卡南有闪现的 现在卡南 推不掉 推不掉 很果断 卡南有闪现 打团京东现在吃不消 可以 其实这一波京东就看了出来 他们对球赛真是很理智 这一波没必要 不过现在方布拉特通过一个塔皮的优势 还是领先了将近两千块钱 对 塔皮和多一座防御塔的一个优势 刚刚好 而且现在是方布拉特一个阵容强势期 对 看一下经济 经济的话 下路卡南有打领先非常的多 因为他单吃了两座防御塔 现在方布拉特双AP 包括卡丽莎塔 打团都是比对方厉害 但是上路的话 瑞兹即使落后两个人头 他的经济还是领先的 瑞兹这边得水银孩加两件套 才能打团 两件四兄弟 好舒服啊 这真的蛮少见的 蛮少见的 也就证明这方布拉特这个队伍 他们的节奏有多快 三五是特别少见的 因为我们平时看到 有的塔皮其实被小兵吃掉了 我们是不记录在这个里面的 也就是说这三 这十五层塔皮 被方布拉特的五人众 瓜分了个干干净净净 就是方布拉特他们敢拿这个阵容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有这个能耐 这个进攻压力真是打出来的 对一般拿这种阵容的时候 你进攻压力太大 其实你有的时候也会打不开 对 但是方布拉特敢拿这个阵容 他们真的能打开 看中期吧 中期现在方布拉特依然有进攻压力 还是要看在25分钟这个点 能压对方多少钱 或者说能压对方多少龙 你最起码得压个 我觉得6000块都不过分 对5000左右吧 对五六千 保守一点5000左右 因为如果再小一点 经济差大概个3000 那京东他们25分钟之后能打团的 对是能接团的 因为阵容的强度 到那个时候阵容就值钱了 你要领先到五六千以上的话 其实京东在后面 他们没有小龙支持 也不好打 还有就是 如果你领先个五六千 三四千 在25分钟 那到30分钟的时候 这个差距就可以接受了 对吧 而且越往后打 其实方布拉特的阵容 是越难打开局面的 不过他们现在 对视野的掌控是很强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毫无疑问 方布拉特的优势 是在于他们正面团战 对 而京东的话 其实他们就是要通过 边带的牵扯 特别是瑞兹这个点的牵扯 因为瑞兹这个点 虽然说他没有人头 但他一比一打凯南 肯定是不成问题的 是可以吃的 哎哎哎哎 小天那个边有点烫啊 我来丢了个火头 被垂了一波 这样的话血量有点低 但是我们已经能够见到 京东这个阵容的一个雏形了 他们的手很长 只要能够做到B站 不被方布拉特的把团 开起来 那其实这种消耗 一个偏脆的阵容 方布拉特的 觉得也是有点净 风龙京东 要主动动了 主动动了 因为觉得小天的状态不好 哎那这一波 是给到方布拉特的一个 接团的机会啊 这一波方布拉特的团战 肯定是很强的 看一下 凯南来了 凯南来了 雷克赛 雷克赛拿到了这条龙 哎呦 看着这个一直 要抱着 这边带的还可以 德安在弗拉特的一个闪现 这边还有个塔摩 能不能打出来 闪现来 Zoom这边想带队有撤吗 这边开一个秒表 再撑一会儿 但是Zoom这边已经连到了 没有没有 拉断了 还行 京东这边能撤几个 所以Zoom也会打出一个闪现 差一四圈 这边可以反打 Zoom可以反打 这边打了一波三块三 还一波进攻 这波可以追 可以追 大倒在迟到 东哥那边开车追了 这波这波团队 这波京东打赢了 京东这波团队打得太漂亮了 这个拉扯 京东这个拉扯 虽然说凯南进展的位置很好 但是他们通过塔姆的吃 然后包括几个闪现 没有让凯南 把自己的伤害最大化 而且凯南的定住了两个人的位置 其中一个是包含塔姆的 塔姆吃了以后直接交闪 把瑞兹凸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这波京东的团战 纯粹是靠拉扯打赢的 而且多云币这波 其实没有打到很好 我们看一下 这波莫格纳的作用 没有得到一个最大的 刚刚这波拉扯 拉扯的太好了 来了凯南的位置 大招进来 你让他们交闪现招的 很果断 因为这边林伟长还在后面 然后这边拉扯 开以后 京东的三个C 通过手长开始输出了 而且这几个秒表 用了真是太到位了 多云币这边的大招 只拉瑞兹一个人 其实他应该要忍一下的 这边威龙一剑 这一波京东打赢 说实话这个局面 就不好讲了 不好讲了 而且林伟长 他就给秒表招的慢了一点 雷克塞的打招打出了伤害 他再把秒表按了出来 因为这把的阵容 真的是京东越打越厉害 对 这一波京东团战处理的太好了 这波路木也打得 他头脑太精髓了 虽然说我们看到 是一个三换四 大家认为不是大转 但在这个时间点 京东能够打赢一波团战 都很难得 这已经是转了 因为这个时间点 是方布拉斯的双AP 包括他们的ADC卡丽斯塔 最强势的一段时间 我们看一下 场军团战次数 其实方布拉斯的团战 相对较少 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 他们往往会通过 对线期的一些处理 他们是以多打少 来获得优势的 他们其实是打节奏的 打节奏 他不是来打团战的 他们是不打大团 但他们小团打得很好 刚才这一波真的 小天说他也不是很好 而且在凯南进场的时候 其实整个方布拉斯的队友们 跟不太上 第一时间没有跟上 跟不太上 对 就是说他们这个阵容 开团留人的能力 还是差了点 是的 如果能有人补一手 哎呀 就是我们开始 补一手 刚才说的老牛 补一手 我就换一个老牛 对不对 就是控制能力 还是不太够 你看布隆这波团 干了什么 闪现上去大招 没有放到人 然后被拉回去 第二期间 好像不是闪现放弹 好像是被拉回来以后 又交闪现跑了 还是怎么样 就这个布隆 在上一波团战里的作用 是相对较低的 现在我们和经济 两边虽然说是比较持平 但是现在已经是京东的优势了 是的 但是方普拉斯 他们就要看这两条 土龙能不能利用好 还有了打 还有了打 下一条又是土龙 但他们这个阵容 阐龙的话 因为是在蓝色方 也没有瑞兹这种开车英雄 对 就他们阐龙 他们的隐蔽性不强 就现在来看 我觉得京东的 京东可能会有一点点优势 优势优势 5.5对4.5 京东现在小优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如果方普拉斯 再找不到节奏的话 京东的阵容优势会越来越 但我觉得方普拉斯 他们还有一到两拨团的机会 他们要把这个阵容 最后的这个强势器的末尾 要抓住 这个小尾巴 如果抓住不了的话 拖到对方阵容强势器 那一个阵容 别说4.5了 可能连三成都没有 是的 但是你想一下 他们的开团 刚才已经是让凯南 绕到了一个绝佳的位置了 那凯南现在没有TP 没有闪现 这段时间里面 要等闪现 是肯定开不了团的 对 要等闪现 而且他们要等什么 要等莫格纳 双身暗影加GRP800 上校这把好吧 比较客观 比较客观 那你说上校哪一把不客观 上校有的时候 他的技术分析 得到了一些人的影响 谁呀 有那种磁的力 看下方普拉斯这里 要逼大龙事业 他们就要拎这个双土龙去打 但是京东这波 肯定也是要打的 这一波是假大龙吧 应该 他们真的想打 假大龙逼团的 因为方普拉斯 再不逼团就没了呀 Q给到 但是并不能上卡姆身上 还有一个进化呢 所以方普拉斯很急呀 他们现在真的很急 这一波假打龙 其实并没有获得很高的收益 只是换掉了对面的一个TP 瑞兹的TP换掉了而已 而且瑞兹现在是两件半的装备 是一个补了个女妖 然后还在补面具 瑞兹肥起来 方普拉斯 真的遭不住 大天使 女妖 现在凯南也补了一个女妖 抓一次瑞兹 女妖她的秒表 其实凯南 我说实话 就是凯南现在打对面这个阵容 他第一时间进场没用 伤害不够 他又不能打出伤害 又不能给到控制 其实就是要他们控制练配合好 他如果能第二时间进场 这个凯南的作用 才能够得到一个最大化的支持 就卡 莫甘娜 布龙 包括这个卡里斯塔的丢 这四个技能 三个技能得配合好 他们团战才能打赢 但是京东在这种拉扯的处理 刚才那一波团战 我们也看到了 又是直接打龙 逼你过来 不会给你担待的机会 照了一下 上面没人 京东这一波肯定是要接的 看一下硬朴 某柯上边继续打 Q技能没有给到 没有中 没有中 那边方普拉斯 必须要想弱 硬的团面上了 雷格赛里面要顶 雷米里已经没有血了 布龙要先被秒 龙是谁的 吸了回去 龙 大招是大空了 没有办法 这边保护队有车队 但这边还可以追猫 我们看下 Zoom的大招已经爆了 塔姆的大招还在手上 飞机的R是打到了 林伟强应该跑掉了 他们要追 这边能不能换一个 来 有一个秒表 这边是没有视野 林伟强被卖了 林伟强是要肯定被卖了 这波我觉得方普拉斯可以接受的 二换一 拿大龙溜了就行 我想一下 刚才这波还打掉了一个 AD的秒表 这一波虽然说 没有大转 但是已经可以接受了 因为凯南的闪现没有用 然后下路的双闪也没有用 导致大龙buff 他们在复活之后 依然有推进的可能性 我觉得方普拉斯这波打得好 他们决策的很关键 因为他们知道 再多下去 这把比赛就没了 而且人家战是怎么被表 人家战脱了 没办法 这个刚才我叔叔说了 他这个出装 就在这种团战里面 应该是活不过去的 凯南这个大招 想了一下不能再打了 对 对面都是满血 这波凯南大招 也属于没办法 林伟强这个位置 就是典型要被卖了 对 因为他们是四散而逃 对 能跑一个是一个 你四个人 如果走一起 那可能几兄弟都没了 其实这一波林伟强 回来换掉一个秒表 不亏 好吧 但是这条土龙 我们看一下正面战场 京东已经开始打这条土龙 是想抢吗 还是 直接放了 还是想把大龙buff的一个推进 林伟强不在 但是现在这个局面 已经来到了25分钟 不好推了 不好推了 你看这飞机的装备 不知不觉 牙膏402 三项火炮 暴风大剑 马上出无尽了 只要把无尽做出来 这个正面 京东就可以接团了 京东这把他们的 黑白双杀 把他们这个团战 美波团战 你看他们这两个人 打的伤害太高了 太高了 你这两个人管不住了 而且我们看到这边 给到了本赛季 方布拉斯 在男爵攻击率上 是排在联赛的前列 对 就说明他们的截斗 会比较快 对 哎呦 这个阵容真的是 在辅助位 如果能够优化 一手强开的话 感觉方布拉斯 打的会更 更那什么一点 会更主动一点 这里飞机和维鲁斯 的手都非常的长 哎 这个位置 没有能够开端的机会 瑞兹也是来到了正面 而凯南的上路的单带 正面 正面方布拉斯 是在地站的 是真的不好推 因为方布拉斯 还有个阵容 他手太短了 对 反而的话 是京东那边 手太长了 中路最后一手 补处的飞机也收过了 上路推 上路二塔好像要放 上路二塔要放 而且凯南是有踢踢的 京东这边能不能开 他们的周围也开不了 对 两边现在 两边现在都缺掉 开端能力 但是方布拉斯 可以利用这个大龙buff 利用凯南这个点 继续分带 做一些文章 甚至我觉得 现在整个的局面 就是一个55开的局 不要看拿到大的buff 哎Q 这边用W躲掉 正面想开吗 布隆贝 为了是代表给定住了 布隆贝打一套 救出加一套 凯南这个位置 是逼得京东 跟他直接往后走 这边交了一个精华 这边就可以开团了吗 不敢呀 没有人能开团呀 京东拉扯的也很漂亮 对 那如果说这个大龙buff 方布拉斯 拿到两个二塔的话 那这一波大龙buff 根本没赚到什么东西呀 真的是 你就很简单 大家看现在经济就知道了 拿到两个二塔 加上刚才的一波大龙 现在整个的经济 你才领先1000多 不够看 不够看 十分钟你就领先2000了 好吗 当然是我们说 这个25分钟得领先5000 对 现在这个局面 就是京东给面 小小的优势 5000以上 而且不要忘了 刚才这一波 是没有做出无尽呢 飞机这个英雄 大家平时也看了很多了 对不对 瑞兹三线套了 哇 瑞兹三线套 加飞机无尽的话 京东可以 可以逼团了 这个中上 真的是在季后赛里面 获得了成倍的 一个状态的增长 你看京东的双 京东的这个中上嘛 一个402 一个203 他们两 主要每波团队 输出都拉满 对 但是反观 方布拉斯这里的中上 也不弱 对吧 一个313 一个203 但是他们现在英雄 是一个弱势期了 是的 他们的英雄 就方布拉斯 他这个莫格纳跟凯南 这两个英雄 现在在走一个下坡路 包括他们的风之毛 对 而京东的 越来越强 京东的瑞兹跟飞机吧 我们就不说维鲁兹了 他这个中上的英雄 他在走一个上坡 对 一个上升机 三线套了 来了 中上都三线套 这个飞机现在还可以 利用自己的手长优势 甩头 甩头点点 而且说实话 莫格纳这个出装 他是一个节奏性出装 是一个功能性的出装 对 他这个打团不厉害的 现在整个阵容的伤害能力 伤害已经不太够了 其实京东现在 只需要避开一点 我只要不是五个人 抱起团来跟你打架 对 我就觉得很好打了 京东现在是有优势的一方 对 现在AOE能力 我觉得依然是 方布拉斯要强 但是如果你论到单点作战 不管是分代 还是处理残局 京东给面的阵容 已经是绝对的优势了 现在打团的总伤害量 京东已经领先了 因为总伤害量的话 瑞兹跟飞机这两个人 就太夸张了 哎呦 现在维鲁斯是个慌 凯南三天号 真的维鲁斯 你没什么用啊 凯南现在也是 没办法 他这就是 抢弩之末 对 最后的一波了 最后的一波了 他这个秒表 现在还在身上 这把金贡 必须团战大得非常完美啊 很难 我刚才也说了 他这个伤害秒不掉人了 我跟你说 他如果是第一时间进场 对面怎么都跑得掉 一定是在对手 被控制的情况之下 你上去 就现在对于凯南 已经不是一个开团的选择了 是一定要把伤害拉嘛 现在京东反正就往后拖 这边维鲁斯 可以补现魔靠去 他那把我觉得 节奏纯规 也不需要打输出 因为这把京东的输出 上中也就是够了 上中也就是够了 他是个幌子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开团手 其实 对 你以为维鲁斯 是一个打伤害的 不是 他是一个开团手 然后在收割的图上 他就很有力的 哎呦 现在这样去打的话 有点难受啊 虽然说凯特斯 他已经做出了 三件半的装备 但这三件半的装备 也算是经济试用型吧 对吧 补出了这个 智慧过认 或者现在还有一条道具 方不让他们开团啊 瑞兹是肯定不会被秒的 就能把这个飞机秒掉的话 他们团的有的 很难 这边直接给大了 不敢接这波团啊 凯南离得太远了 身后又没有一个 哎 其实身后那个眼位 是可以踢的 嗯 但他们这波选择不接 因为凯南 他比较近的一个位置 他也不舍得 这么近的交TP 但现在他一定要打赢一波团 如果这样拖下去的话 越打 京东跟面的优势会越大 哎 难道还想秒龙 还想逼这个龙 他必须要逼龙啊 这不逼的话 也没办法 他们这种拖下去 就必须要逼 开打了 这边也知道了 京东这波龙团 看一下瑞兹先开个车 看一下视野 哎 莫格纳这个位置想开 莫格纳打一波伤了 有京东已经被打一波 看见这个位置大海 哇 京东 不要爆炸了 京东 京东 这一波波密西班的团队 这一波神气团队 然后这边也被拉扯 0.3秒 他们被杀 我们侧母能够追下来 侧母这边已经没有闪现了 换不掉 感觉换不掉 我的天哪 芒格纳打赢了一波奇迹集团 而且上轮有兵线 他们有机会 一波结束比赛 这二秒 感觉要拆完上路拿大龙了 拆完上路是有了 拆完上路拿大龙应该是可以的 如果想一波的话 这个时间还远远不够 来不及 这是二十八 但是要直接拿大龙了 这个时间点还太早 二十八分钟 复活的时间很快 而且牙膏一个人 有AOE能力可以守塔 这样的话 芒格纳打赢了一波奇迹团 拿到了这条大龙 这里怎么下去啊 这其他几兄弟 哎 没办法走走走过去 两条龙了 这芒格纳打赢了 这两条龙的指挥 别的不说 他们做的很果断 因为他们知道拖下去 不好打 他们只能逼团 说的话 这一波京东进场 真的漂亮 太夸张了 这一波 这一波直接把维鲁斯 给垫麻了 我刚说完 这是京东给敏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不要去接五个人 抱在一起的团战 你去拉扯都可以 他这个阵型没站好 对 阵型五个人都被逼到 那个墙角 或者说那个 小的路口处了 杀人书 一定要吧 莫格纳杀人书 对 杀人书已经来到了17层 那这样的话 莫格纳的伤害能力 这个又不好说了呀 方布拉斯两条大龙团 但现在如果论团战的话 我觉得京东如果拉扯的打 他们还是能打 就方布拉斯 他们必须还是要打 这种完美团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方布拉斯在四腰分担上 并不厉害 所以他们并不能利用 这条大龙马骨 去做更多的四腰分担 现在方布拉斯 通过两条大龙团的指挥 我们看这波京东的位置 关键京东这个位置 好像是被发现的 因为他在A眼 你看这四个人 三个人定在下面 这波龙 接上大招啊 实实在在的第五个 实实在在 真的第五个 而且京东的上野 居然还在往那个 大龙树往前走 对他们想去秒人 对 很奇怪的 这个是最不理智的 其实京东刚才就一个 你只要不打龙 我就可以接受 我只要围绕维鲁斯 跟飞机两个手长的点 慢慢拉扯就行了 你走上去 绝对是给对方开团的 对 就是你不能去接这种团战 几乎是白给的 而且 而且京东现在是 人生总是起起伏伏 多是起起伏伏啊 好了 下去吧 下去吧 上校干得漂亮 上校 而且还有一个点 几波团战下来 京东的秒表 一直都在身上 导致他可以不用先去 把一个破色的秒表 横成中压 他补了更多的输出装 对 他的输出装 上来了 这很奇怪 而且中路还补了一个什么 补了个杀人输 就这个阵容 已经不缺伤害了 这当然了 也仅限 接下来这几分钟的时间 主要他们团战 就打得迅速 对 如果说一直让飞机 这样poke的话 他们还是 不好的 哎呦 飞机这里 W技能还是交了出来 当然下个的比赛 已经上来了 直接还选择了 强A庞宇塔 很果断 很果断 这边林伟强是 冒着生命危险 A了一轮 但是小天已经残血了 这波可能要撤了 其实芳布拉的这把比赛 他们前期 也没有算打得特别好 但是他们这两拨 大龙的指挥 真的打得好 对 这两拨大龙的指挥 可能有些队 做的不会这么果断 是的 不会这么决绝 但是芳布拉的就是做到了 拉过来继续打 拉过来继续打 坎南的位置 是被发现了的 这边就A一下 只A一下 用救赎来 用救赎来演步 这个拨打不吃进去 有没有不见 布龙 能吸回线 怎么说打不打 这波不太好打了 可以打 如果要追的话 坎南还有大的 我们这边一波AOE打太高了 要走了 这你还是不能 坎南是有大招吧 看不清 有大有大一大 这波坎南给大 吃进来 这边后面还有一个棋皮 但那边 那个戴基要被秒了 飞机的风格 林伟强 怎么说 能不能秒掉 换掉了一个春哥 那这一波其实对于双方来说 都还可以接受 不过我觉得京东给你小赚 京东肯定赚了 京东小赚 因为对方大拢马不推进 被京东一换二手下来了 其实这波感觉 第二波不应该上了 因为刘青松被打残以后 我觉得不太好上了 因为你再上的话 其实是给对方锐资 你看那波高地团 那个锐资 打的一波好大的AOE爆发 我们看一下这一波 这波第二时间你看 这里 第一时间往上打 第一时间打完就算了 第二时间布龙 翘上去就 布龙大招没放好 如果刚才布龙大招 留一手进手放就不必了 你看这波瑞兹没管 你看这瑞兹 这瑞兹都打爽了呀 而且莫娜拿大招 没有放得很好 还好Q技能是命中的瑞兹 但是 这个TP过来 哦呦 直接开大 也很接受 这波用掉了 这波其实换掉了一个 应付的春哥 这个有点伤的 因为应付不来的话 也是要换掉这个人的嘛 现在这个团站 还是不好说 京东得拉扯着打 方布拉斯得靠这个坎南开团 下波坎南还有闪现 还是得京东开 其他人开不顶用 说实话 我现在还是觉得方布拉斯 营年大 你觉得吗 因为他们现在什么 远古龙马上就要刷了 远古龙和大龙的龙坑团 看一下京东怎么处理 其实京东可以选择 让一拿一 因为方布拉斯这个阵容 如果不是五人棋的话 他们作战能力很有 Zoom这个位置没大了 有TP有闪现 有TP有闪现 怎么说 这一波如果Zoom死掉的话 闪现掉掉了 掉掉了又被剪除了 这波Zoom是没了 Zoom下路高地就没了 方布拉斯突然利用一个 视野的空缺 把Zoom给抓死了 这一波不去拿高地吗 等摩哥南下来 直接下路高地一把 下路高地应该是有了 而且飞机在上路出现了 这一波方布拉斯 可以直接去拿了 对京东直接让了 因为Zoom这个点 是很关键的一个 哇 这一波职务好大 对 戴得太深了 而且下路他们的视野 没有步得那么深 有下路高地的 超级兵的牵扯的话 大龙的争夺 京东将会处于 绝对的下风 说出来 方布拉斯这个阵容 能打到30多分钟后一样 这个团队执行力太强了 这个团队执行力就很强了 对 因为他们的阵容 一般来说是25分钟之前 直接奠定胜举的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一把25分钟 两边的经济差只不过一切 咬得很死 对 所以方布拉斯这一场 真的是一场硬仗啊 他们这场如果能咬下来 就说明他们真的 团队执行力要太强了 而且我现在比较期待 京东下一件出什么 其实他下一件 应该直接摸帽子 应该是 对吧 直接摸帽子 他这个装备有帽子以后 其实团战里面 飞机就有点三不住了 他1900 主要他进不进身 也无所谓了 嗯 现在就是要往进变 对 雅高水银鞋 加水银试带 雅高这把没有带进化的话 其实在后期也是有一些 小隐患 小隐患 但是他有TP啊 他这个TP能不能够 打成一个多路的分带 就是现在其实京东 有一点不要急 你去慢慢打 想留 带来个赛友隧道 可以走 雅高这个点非常关键 大龙 因为雅高 雅高是现在京东的 正面唯一的一个伤害点 因为他们在投 这波要开了吗 布隆这里没有着急丢大 因为塔姆就在身后 而另外的话 阿拉夫在下面 他们是想瞄准这个 圆布隆的 很聪明 这一波把阳古龙的事也做 那京东想换 但方布拉斯 肯定不愿意做这个买卖 他们就知道了 减速给到了 闪现停 没有拘到 这边这边给一个减速 这边要反打了 应该不能 这边空车 这绝对是空车 刘青松这里被打了一套 但是方布拉斯的拉扯 也很迅速 其实这一波 知道是空车 正面可以接的 哇 现在两边的拉扯 已经打到了极致 这边要靠 飞机跟一个打 飞机在偷 在偷 这个时候凯斯塔去 solo远古龙 正面打 两边现在各自都在 打自己的如意小算盘 对 那究竟谁的算盘 能打得响呢 这波互换的话 我觉得京东 是可以接受的 这边京东已经都打响了 可以接受 两边都可以接受 凯斯塔 确实他后期吸血太多了 对 打龙几乎无伤 但是现在拿到 大龙buff的一方 京东Gaming在首线上面 将会更加的有优势 还是要看两边团战的发挥 对 因为如果你这边 没有大龙的话 冠卜拉斯空有一条远古巨龙 他们还是上不了高地 并且现在没有地图资源 你怎么逼京东来跟你打团呢 其实这一波交换下来 京东是我觉得小赚一点 京东如果说 应付这个点 能把大一魔刀 跟进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 春哥打算好 那我觉得京东打团 就有得到 对 这个春哥是蛮关键的 因为维鲁斯这把 不太好保 这第一场 半决赛又打到 这么精彩 这么精彩 真是 京东这个团队 他们就在 还是出了中亚呀 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 还是要保自己的一个存活 再拖一会儿 两边的闪现 这个时候是 方普拉斯上路和下路组合 还有达也有 只有中路的没有 另外一边 只有瑞兹没有 对吧 因为塔姆这个 起风秘籍嘛 没没搬到 这个点这把 飞机的大后期啊 这边塔姆的吃 大家就可以直接 留给这个飞机了 而且莫格纳没有中亚 您现在维鲁斯 自己个春歌甲 死不死其实无所谓 但这个飞机必须要保住 这一波还是想利用 远古龙强行去 找你打团的节奏 但是都有闪现的情况之下 飞机现在依靠自己的甩尾 就可以把正面的 方普拉斯逼退 这就是飞机在大后期的 揪积交易 甩头poke 是的 现在这个时间点 已经来到了一个大后期 那正如我们所说 方普拉斯的阵容啊 觉得大后期是 没有什么优势的 对 这个时候看谁的失误了 但牙膏这个点是 不能出现任何失误的 对 牙膏这个点是 他们团队的一个支柱啊 而且牙膏现在 如果被开了队友 肯定会去救 那队友去救 恰好就中了圈套 是的 这边要打一个四腰 正面的话 京东是没有一个人 敢过去守 我是觉得牙膏 现在这个时间点 他有个水银啊 有个净化 净化加水银 他得把他胜算 会高一成 但是他没有净化的话 还是有那个危险 不过还好有个塔姆 但是有净化 肯定是更好的 牙膏这边要被开了 塔姆追去 这一波危险 闪现团 直接叫闪现 塔姆没了 塔姆被秒了呀 哇 而且这一波 我们看一下技能啊 摩根纳大还在 只废掉了不容的大招 这就最关键的牙膏 这一波要出事了 牙膏这个点是不能被 哎不对 这一波 看一下他们怎么选 过两路 一路 上路没兵线 呃 远古龙马可还有多久 还有几秒钟了 几秒钟 很难 还能不能找到机会 这个时候京东给面的正面 是不能再有失误了 已经没有塔姆了 一波很难 一波很难 他们想一波 他们想一波 但是兵线就没了 这边留住 没了 被秒了 被秒了 没有塔姆保护 没有这么三波 这边直接开大招了 还有牙膏 牙膏这边交出一个水 一波了 一波了 下路的一千千道了 不好说不好说 那里面还要往后拉 牙膏牙膏 牙膏全部不能死 牙膏这边回到了全球中 但对方已经倒不住了 这凯定一波了 凯定一波了 这一波 下路的地震一道 这一波 这一波 直动对面已经没有反手的时间 牙膏 牙膏被扣到 交出一个大招 哇 黄河拉 这个节奏能力 哦 黄河这把一下来 指挥绝对的果断 这绝对是LPL 这个赛季以来 指挥最果断的队伍 他这最后两波 大龙的指挥 真的精彩 哇 太漂亮了 最后团战 分担 包括那波最关键团 金冠那波团 这几波团战 他们处理的 最后也比金冠 这把MVP要给金冠的 这绝对要给金冠的 最后一波 也是他的一个闪天开 对 哇 真的是 没有想到啊 其实 金冠在大龙那一波 犯了失误之后 他们一直有打得 在决策上没有方普拉斯那么好 主要他们最后打得 也不是特别果断了 对 反而方普拉斯 因为他们只有华山一条道 他们就要这条道走到黑 他们确实也做到了 其实金冬在中前 现在拉球很漂亮 对 但是在后期 你想想看 后期他们打得 没有对方果断 为什么我说 那一波团战特别关键 大龙那一波团战之后 我们看到了什么 上路直接摸了个大棒出来 而中路的杀人数 已经跌到了第七层 那么在有了帽子 这件装备之后 莫根纳在团战里的伤害 他的碰个能力 其实也是有的 主要感觉方普拉斯 最后几波团战 打得太好了 打得太好了 你让他们该闪现的 闪现过去 然后该跟的跟 他们打得比金冬 要果断一些 哇 塔姆那一波死掉之后 我就感觉 其实金冬在正面 已经很难去 因为塔姆 塔姆死了 梅鲁斯就死了 还有一点 梅鲁斯没管 塔姆的阵王 没有换到更多的东西 很简单 对 凯南的闪现大招也在 莫根纳的大招也在 就其实你的阵王 是价值只换掉了 一个不容的大招 对不对 这一波的交换下来 方普拉斯大转 这一把金冬 在25分钟 他们把经济 控制在1000左右 但是他们最后 居然输掉了这一把比赛 就是大龙那波团 就是大龙那波团 就金冬那一波1.5 哇 那一波直接变麻了 好了 不说了 还是提醒一下大家 我们的炫酷神装 第七件 战马能量不掉线 欢迎大家到 金冬商城搜索 战马能量成维生素 饮料 给了到LPL的 从款能量神装 用满满的能量 开水全场 等会儿呢 我们会有一个highlights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上场比赛里边的 一些精彩镜头 没有大龙那一波的话 方普拉斯是不可能 打得这么顺 因为那一波是 让哈姆拿到了 应该是第二条大龙 第二条大龙 而且那波团打赢了 他们的经济 包括那个 多云币的杀人数 跌起来了 对 因为在打那波团战之前 他就把杀人数摸了出来 是的 打完以后 十七层了 就是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 大家记得 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凯南那一波 是定了五个人 他那波 他主要是从第一秒 他只要闪现 然后再开R 就是他的伤害 从第一波 贯到最后一波 看一下这一波 凯南这波 竞争已经很漂亮了 但是对方 用闪现交出来了 而且京东这波的拉扯 堪称教科书级别 京东其实在前期的团战 打得比对方 还有这个秒表 这一波两个秒表 我觉得雷克赛 好像也交了个秒表 通过两个秒表的牵手 让方普拉斯 第一波的一个爆发 打出来之后 自己是有点亏的 方普拉斯阵型一乱 被对方手长 两个秒秒 手长的时间 然后再回来打瑞兹 隔墙一个W定住 然后又打了一套伤害 多闭也是阵亡 这里是拉扯 完全打得出来的 对不对 对 这是京东队长比赛 打的最好一波团 对 因为这也是他们 一个劣势期 这波就是关键金购 没这一波 四个人的位置 你看四个人的位置 你看这波 大麻了 这波硬步跟弗拉斯 往上走的 然后再回来 金购已经达到 他们的一个腹地了 是的 而且金购这一波 打得很漂亮 他是电两下之后 直接使用W技能 定住三人 对 下路这一波 这是京东守住的那一波 对 京东守住那一波 拉回来 反过打 但其实这一波的话 就是布隆没有大招了 上去没有什么用 所以京东就还是 得打这种拉扯 这一波你看瑞兹没人管 然后塔普 活下来 而且这一波 是维鲁斯福加普及 然后在TT正面 想留人的 这一波坎南又是坎南 这把MVP绝对要给到金购的 金购装 还是那波一大五 太知名了 太知名了 而且坎南你看这一波 他是靠自己 林子之前打出了一个印记 这一波我们看到 团队支柱 牙膏这个点 是千万不能死的 所以他们也是舍身就牙膏 但是自己被击飞 被秒了 然后最后一波又是坎南 先是秒掉了维鲁斯 然后过来想保住 这个春哥站起来的人 但是坎南来了 哇 他们其实后续有一个开棚 就一个开棚 开棚开得好 真的没想到 这把凯南能够有如此出色的表现 这就是给到 为什么赛前 其实我一直在说金购 对吧 一直在吹他 可能那个时候很多人还在说 为什么你一直在说金购这个点 这就是金购的能力 线上被雷克赛照顾两波 下路拿掉两个头之后 整场给他的表现 而且我觉得那一波 就是第一波雷克赛 没把他杀掉就挺关键的 那波居然没杀掉 那波瑞兹定到雷克赛有闪 凯南是没闪没打 那波必死 我觉得可能是没有去沟通 凯南没有大招 那波是必杀的 但那波凯南 他不知道凯南没打 那波错失掉之后 其实瑞兹在边线也 从此赛也没办法 就击杀掉这个凯南 而且凯南杀不齐皮 倒两个头 所以他装备补起来了 所以那波没击杀掉凯南 也是京东盘上比赛一个败比吧 那一波凯南的意义都也没了 也不存在 没闪没耳 那波是必死的 而且你这个赛比上去 其实也不用担心 凯南可以瞬间打出 瞬间打出自己的一个被动 因为他没意的话 是瞬间打不出来的 这把我们看下 整个的选手势力值 这边京东的势力值也是 挺高的 但是小天这边是一记绝尘 70% 然后刘青松 这场比赛我只能说 两季队伍都打出了一个 非常高射击的 这个就是半决赛级别的 绝对是半决赛级别 这一场比赛的 双方的一个表现 真的是太精彩了 这把比赛京东 确实也可惜了吧 我觉得他们这把的 就是特别是黑白包子 这两个点吧 他们在前中期的团队 打得非常的好 但他们在后期的时候 感觉整个团队的 一个执行力 或者是他们一个 决策能力 没有方普拉斯 那么果断 对 这方普拉斯感觉 后期就是我破釜成招 我每一波 都当做最后一波去打 其实最后那一波 秒掉了那个塔姆之后 他们后续 第一系列的作为 就京东有点慌 就我觉得京东觉得 你秒到塔姆 吃一路 你可以走了吧 对 没想到他不走 他要你命 对 然后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点 维路斯大招 给过去想完大招 但是自己的春哥 被瞬间打得出来 而且在放出大招 缠绕到对方之后 你发现 飞机的伤害没有打出来 对 哇 这场比赛真的 太精彩了 实际上是 季后赛半决赛级别的 一个较量 但其实京东已经 表现得非常出色了 是的 就是那一波大龙团 说到底 那波大龙团 莫根纳的杀人书 也叠起来了 凯南的装备 也补起来了 这那波团队 给了 帮助他太多东西了 那波被团面 真的太致命了 太致命了 这个怎么说呢 MVP 我觉得不出一万 应该是经过 这个我觉得 应该是蛮好说的 这个凯南的 开团做得太好 主要这把 他真的不好开 不好开 因为我们说这把 对方首先 跟一个塔普 然后对方 一个C位手都比较长 然后你这边 又不是说辅助 有老牛这种 不是说辅助 是个皇子 能配合你的 我们一直在说 他这把是单核开团 如果要是 对 如果辅助是个老牛 就是凯南这把 的发挥空间 会大很多 会大一倍 这把凯南是单核开团 单核开团 来看看MVP 是不是给到凯南 就最后没给 那不可能 这把是必给凯南的 硬核开 我们就 对不对 请几叉 不几叉 这些没办法 但是这把 他的开团 他团长开得好 太漂亮 帮不到的 这把比赛能一下来 这对他们这个 团队的实力 又刷新 我们的认知了 是的 因为这把 他真的不好赢的 而且上路 一直在被针对 上路被先拿 他团战里面 真的就是 两波开团 奠定胜负 一波大龙 一波高地 太漂亮了 这把金贡 确实给力 给力 他唯一死的一次 最后离死之后 还换掉了 维鲁斯的冲 而且我觉得 京东这把的BP设计 其实最后 他们把瑞兹摇到上路 然后最后选了一个飞机 已经是算是 化解了对方的 这样一个分线了 但是他们BP设计完之后 前期也取得了优势 居然在最不该 出现失误的 这个中后期环节 反而是出了问题 所以这个输的方式 我觉得是 这把没有想到的 其实就是大龙那一波吧 如果没有大龙那一波 其实在后面 那个时间点 我已经认为 京东会拿到一些优势 是的 好那这边 我们得到消息 京东拥有优先选分权 下一场比赛 他们主动选择了 一个蓝色方 双方都没有人员上的更换 那这样我们稍事休息 等会回来看 双方的第二场效量